這個動作是斜心腦部的這種鬆螺鏡 那個松螺鏡 這個有一個動作就是斜心腦部的這種松螺鏡 那我在這裡有這種動作 像這種動作我們如果練松螺 我們就很容易就這樣晃晃晃過去 所以我們在松螺的時候 它這個動作它就是我們的跨一個圈 單舔一個圈伸一個圈 斜心一個圈 所以你的圈道放鬆出去 那圈放鬆出去 再把圈到周圍這樣收回來 它才有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的松螺不是 松螺它是一種練氣 裡面氣的流動 帶動身形 帶動身形 運行氣運勁 以氣領勁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在這裡出去 我們在這裡回來 那像為什麼會有這種動作 這種動作也是很容易這樣滑過去 那如果你到這裡都有勁的話 我們很輕鬆的 就是上手 所以你在上腳的時候 是表示你的身體的軸心在轉動 所以我們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要上腳就是這個力量 上來 上腳 所以你每一段松螺的力量 經過這樣來回了以後 我們慢慢放鬆 我們上腳 它有一個這個動作 像譬如說我現在 我的身體在這裡 我要很用力 那我的身體在這麼遠 所以我的身體是這樣動盪 所以當我的身體這樣動盪 這個地方放鬆 動盪的力量 剛跑到 所以我們在練 氣 以氣運勁 是在練身體裡面的動盪 到這裡 剛好放鬆出去 那如果你是這樣 你會發現我是在晃動 我是 自己在晃動 那這樣 我的身體在動盪 放鬆出去 所以你就有這種 放鬆出去的力量 所以你是動盪 動盪放鬆出去 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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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去晃 那我們在這裡 不管是 所以這個會練出 你有身體 有肩靠 也有胸靠 所以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很放鬆 鬆鬆鬆鬆鬆鬆 鬆到這裡 有肩靠 所以 這個表示你的行氣運行到你的肩靠 所以你才會有這個肩靠 所以這樣走 放鬆 鬆 鬆的 然後 然後 趕快 那我們到這裡啊,所以當我們的力量上來放鬆到這裡的時候 你的身體的力量展開,那我們只要輕輕把展開的力量放鬆 所以它才有這個形狀,所以這個地方是讓你把氣,你開展的氣 順著這個開展,然後把它收回來,所以這一段的鬆容 所以我們到這裡的時候,我們看看我們的氣有沒有開展 開展,我們把它放鬆出去,所以這一段的放鬆 讓你身體裡面的能量很順著這個形狀,舒展起來 所以很順張開,雖然遠一點點,但是就是放鬆 放鬆 放鬆 然後在這個地方放鬆張開了以後,藉由這個手掌轉動,收進來,收進來,三 然後再把這個力量送出去,其實也可以啊 所以你看我們張開到最大的時候,我們練氣的運行 所以張開到最大的時候收回來,所以我們丹田到,我們丹田的核心到的時候 我們還會有一個力量轉動出去,所以這個就是這個轉掌的力量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這個動作而已,那這個動作的鬆柔,它必定連接到,連接到你的身體 在你的身體有運作出來,所以你的鬆柔不是這種動作,所以鬆柔啊,身體裡面的力量運出來 對,各樣,なく到處理 謝謝